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最近有一本小说相当的受到矚目 不能说它一本 它一共是五册 而且它的这个作者 大家好像陌生其实又蛮熟悉的 它叫上官鼎 可能很多年前大家就看过它的著作 而它的庐山真面目是谁呢 它是中华文化总会的会长刘兆玄 我们今天非常高兴能够专访到刘会长 会长您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好 好 所以提到这个上官鼎 这个笔名其实大家都非常知道 刘兆玄会长他的故事 事实上他们一家一门三杰三兄弟 刘兆黎 刘兆玄还有刘兆凯 他们集体创作的这个笔名 隐喻三足鼎立叫上官鼎 可是这一次这个王道健一册五本的小说 却是这个刘兆玄会长 他一气呵成的完成 所以讲到武侠小说 其实我们是每天在播新闻 当然我们也知道这个会长以前曾经担任过 在2008年的时候出任行政院长 而之前担任过行政院副院长 还有交通部长国客会主委 担任东吴和清华两个大学的校长 而他的学历是台湾大学化学系 和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化学系 所以这个化学好像跟这个不管是围观 或者是现在您写武侠小说 好像没有什么关联性 不过我觉得一个多才多艺的人 他能力是多方面的 那么看到您是湖南衡阳人 我们常常跑大陆 大陆朋友看到我们都说 我们湖南跟台湾最有感情了 你们的马英九是湖南人 我们的这个毛泽东也是湖南人 还有宋楚也是湖南人 湖南人在血液当中有一种因子 不管是搞革命 或者是从政不管做什么 湖南人都有一股感为天下先的精神 您也算在政坛打滚了大半辈子了 可是现在退休之后写武侠小说 您是不是把在现实中难以实现的 把它放在这个武侠小说里面 其实我想并不见得是有这样子的想法 纯粹是兴趣吗 我觉得开始写完全是兴趣啊 那个时候才我才17岁吧 那个刘兆凯才14岁 因为有写青年的时候 那就是好玩 但是后来当然就 因为写了以后有人看 就是这个销路不错 就有一段时间 一直到我们大学毕业 然后留学为止 到国外去留学 这段时间当中的话就写了不少 后来也因为合约所限制嘛 合约 因为订了合同 就是合同 所以就 其实慢慢就没有开始写的时候那样子的 觉得那么好玩 变成是一个非写不可这样子一个 所以不还好 到后来念完书以后就出国了 我们就可以说是封闭了 所以一共写了大概这么几部吧 大概不到十部吧 最多十部 最早 1960年这个卢野侠宗 1961年长甘行 1961年成沙谷 1961年铁记令 这是非常多产的年份 1962年风源豪侠传 1963年七步甘戈 1963年是您几岁的时候 二十几岁的时候 大学刚毕业的时候 1962 二十岁 六十岁 对不对 就是大学 刚进大学那几年 对 大学 大学一二年级的时候 那几年 还有1964的峡谷关 1966的金刀亭 金刀亭的时候 我已经出国了 是刘兆开写的 然后还帮古龙接手带写 建毒梅乡在1960年的时候 对 所以您1968出国就封闭了 可是现在2014 王道健重出江湖 您自己独立完成 您现在在中华文化总会担任会长 就说在这样子的一个职位期间出这本小说 这算是您的代表作吗 纯粹是因为偶然 我没有意思要再写武侠小说 从来没有再想过这件事情 但是就是有这样子 人生有时候就是一些机缘 就是你就会 又会做你想不到的事情 就是这个 一方面是因为我一个朋友 他在大陆福建宁德开锂电池的锂电池 做得很好 我答应去看他 结果他还没有实现这个 他就过世了 所以我就觉得 无论如何应该去 答应过的事情要做到 我就去 可是这一去就正好碰在 碰见在那个当地出现了很多很多 所谓的文物 新的文物和新的一些 所谓的历史的一些证 文史的一些证据 来指向一个建文皇帝 就明朝的建文皇帝 他最后的下落是怎么样 那这件事情就是 一方面是一个历史上的悬案 一方面是很大的一件事情 一个皇帝不见了 另一方面他们最近发现的 这些所谓的证据 非常有趣 非常适合变成一个文创 你要在历史上真的 让他拍板定案是不容易的 但是变成一个文创的东西的话 是非常丰富的 所以回来以后 跟朋友们谈到这个 每一个听到的人都觉得 被这个故事所迷住 对 就大家觉得非常的迷人 就有人建议说 你为什么不自己写 就是这样一念 就让我动手了 这个没有想到这一动手 就停不下手来 一发不可收了 一发不可收 一口气就写了将近90万字 这我自己从来没有想到会是 花了多长的时间写这个 15个月的空闲的时间 那很快 15个月就可以写这么样样 一定写一天好几千字了 一定有几千字 一天花多少时间写呢 不定了 就是说 我其实在旅行时候都在写 在旅馆里面都在写 所以可以说是 前所未有过的经验 您写的背景是明朝 为什么要选择这个朝代呢 就是因为我在您的遇到的事情 刚好是这样一桩事情 是明朝的一个事情 那么它的 有历史作 它是历史 可是在历史上是太多空白了 在正史上对这件事情 没有完整的交代 就一个皇帝就这样子 就失踪了 等于是 不是下落了 所以这里面也就 当然在历史上来讲 是一个很棒的一个故事 但是对于一个文创来讲的话 它是很棒的 留下了很多的空间 可以让你去做 文学上的发挥 这两个事情凑在一起 再加上 我最近这几年来 在文化总会 一直在提倡鼓吹 一个文艺复兴的工作 中华文化的文艺复兴 也是就是用王道 希望能够把 一个新的王道的思想 能够变成一个 21世纪的一个新的 这个普世价值 那么这几样东西 结合在一起的时候 这本小说就变得 非常的 可以说很流畅 我从那写的过程当中 从来没有遇到过 致癌男性 或者是就是卡住的 这种现象没有 这个其实我在 我在十几岁的时候 下笔有如神柱了 有点这个味道 就是因为这里面 好几个主线在铺陈 一个是历史 那么它推着你 它一面推着走 一面它有一定的框架 你不会跳出去以后 就回不来了 另外一个就是 就是武侠的部分 然后在武侠里面 要把它提高到一个 前所未有的境界 就是跳出过去的 从佛家或者是 道家之外的 这样的一个新的 儒家的境界 这个是有创意的 所以在这几个交织当中 就可以说是悠有于 这样的交织的一个 时空里面 就走得非常的愉快 我们稍后再谈谈 您心目中的王道是什么 但是您现在担任 中华文化总会会长 这样的职务 您刚才也提到了 文创这两个字 我们看看去年 非常流行的《甄嬛传》 是大陆一个才 二十几岁的一个剧作家 一个写剧本的 那么现在流行韩国的 来自《星星的你》 我们拥有非常深厚的 所谓中华文化的传承 我们毕竟不像大陆 有过十年动乱 迫似旧文革 可是为什么我们 现在觉得很闷 那么现在这部 王道剑 大家都说棒 大家都说好 您在中华文化总会 有没有想到 比方说 当然或许不是 所有的好东西 都适合变成剧本 但是有些人可能 他不读武侠小说 可是他对于画面 声光非常的喜欢 我相信王道剑 这么好的作品 或是还有其他的作品 我们可不可以 把我们这些东西 比方说画成剧本 非常精彩的对白 甚至行诸于 比方说中国大陆很多宫廷剧 历史剧拍得很好 为什么台湾没有人才去产出这些东西 你不要说世界好了 能够在亚洲舞台上被大家所喜欢 能够创造非常多的商机 难道好作品都要这么寂寞 受限于这个值本 没有办法融入现在的潮流 让年轻的一代 让今天我们新闻看到二十几岁到处乱挥刀的年轻人 他如果能够受到王道剑的一个洗礼 他会把自己的愤怒或是把自己的这种提升到一个更高的层次 主持人这个想法是很好 也其实是蛮符合现在这个时代的需要 其实我这本书王道剑 在写作当中可以说是有一些有意无意之间 他的布局跟发展是非常适合来拍连续剧的 对 因为我写的 写作的方式是它多元的进行 好几个线 几条线同时在铺陈 然后取这种一个一个单元的方式再写 当你把这五本通通看完了以后 所有的单元看完了以后 整体的这个故事是很清楚就呈现在你的眼前 可是你一个一个单元去看的时候 它都各自有一点独立性 而且里面都会有一些高潮 所以其实在写的时候有这样子的想法 所以将来改编成这个连续剧的话 其实是可以说水到渠成是很容易的 不需要做太大的这个调整 所以现在其实因为出来以后反响很近 很热烈 其实已经在谈这个问题 是台湾的 两岸的都有 两岸的都有 太好了 希望能够把它拍出来 我想我们正在进一步的商讨这件事情 对 同样是我们这个媒体人前辈 这个赵少康大哥 他也说他一口气把王道健看完 本来是这个坐着看 哎呀 后来真的是看到腰痠背头躺着看 站着看什么 就是不管看得多累 因为这五本说老实话 以我们年纪要把它看完 的确是也蛮辛苦的 可是他真的是克服身体上的这个困难 就把它看完 可见他内容真的是深深入口 非常吸引人 对于节奏步调非常快的媒体人 其实他还是有他的精彩 甚至有很多细味 有细的成分在里面 所以就像您说现在呢 好东西真的不应该让他寂寞 我们实在是要用一些商业行销的手法 能够让他的价值被大家所看到 这也是另外一个您所谈到的普世价值 对不对 对 所以我想这个 这本书 纸本出来可能就是第一步吧 对 它后面可能还有很多其他的 文创的产品 会跟着出来 甚至于动漫啊或者是 动漫 或者是这个 甚至于游戏啊 这些都有人来跟我谈 谈这些可能性 所以其实台湾是不缺创意的人才的 那么年轻人 年轻朋友们 有很多很多非常 这个动人的想法 现在就是 我们找到好的题材的时候啊 大家共同把它做出来 我觉得照样 不见得就是我们 永远要看这个大陆的产品 或者是韩剧 那说不定我们也可以有自己很好的东西出来 对 你看这个《甄嬛传》啊 到时候大家 它所留下来的精髓是什么 留下来的精髓是什么 什么贱人就是矫情啊这些 就是里面一些深刻的对白 但是呢 我相信这个王道健 我觉得如果是您来写剧本的话 或者需要专业的剧作家做一份 也可以留下一些眷勇队来教化人心 尤其现在台湾社会这么乱 是的 我这个书是有message 就里面是有讯息的 对 那么我刚刚讲 除了历史 除了武侠以外 是有一些很创意的一些想法 那些想法如果让读者 或者是将来的观众或者是等等 大家能够有一些 从里面得到一些东西 愿意更深入一点来想一想的话 那是我最大的这个目的了 好 这个王道健 可以看到您对历史当然是很有研究的 而且把这个跟武侠 做了一个非常完美的结合 当然这个故事大家看了就知道 非常的悬疑趋直 而且又高潮迭起 尤其是人物特征更是巨细迷 而且这些这个武功非常的精彩 所以这里面我相信 距离您二十几回大学都在写 这个层次还有心路历程 毕竟是有所不同 所以这里面是不是也反映了 自己的人生历练 甚至还有更深一层的含义 我想这个你讲得很对 假如说这本书一出来 就得到很多人的喜爱的话 我想有一些原因 可是来自于作者 就是我本人的一些 对于一些比较多的历练 就是我这些年来也做了很多不同的事情 对 那么对于很多人跟事物 有比较深刻的观察 对于人性尤其有深刻的观察 那么再加上这里面有一些思想上面的一些 希望能够放进去的一些 这个比较深有深度的东西 所以这三个因素加在一起的时候 我觉得会让不同的读者 在不同的地方觉得好看 都有共鸣 感同身受 有人觉得 我很多朋友看完 有人觉得好看的地方 真的是完全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所以这个也让我觉得很鼓舞 就是我在这里面放着不同的元素 好像都产生了吸引人的这样子的效果 那么这一点来讲的话 也许可以说明它才一出版 就得到很多人的喜欢 在海外买得到吗 买得到 其实还有电子书也可以买得到 电子书 就是大家要上什么样的网站 或是在什么样的通路可以买到 因为我们现在有海外 46个国家的观众朋友们 其实你就是上这个远流的 远流 这是远流出版社 远流出版社 远流出版社 Google远流出版社就可以知道 对 或是Google网道件也可以 Google上官顶呢 那可能会有很多别的其他的资料 如果就专注这个王道件的话 那么就这个 王道件 远流出版社 事实上不只是我们一般的读者 或者是刘会长的朋友们觉得好 事实上专业的武侠小说的一个作家 在很早之前其实就对这个刘会长的笔锋 非常的欣赏 比方说这个武侠小说的评论家叶洪生 他曾经说在18岁少壮的时候 能写出沉沙谷这样的杰作 真是天下奇才 这个是他在您什么时候的时候提出这样的讨论 我其实不知道 我们是想办法搜集各种资料 不是 我现在当然知道 可是他什么时候讲的 我不知道 OK OK 好 那金庸 金庸不用说了 他的江湖地位 金庸更是说 台湾在全盛时代 前前后会有500位作家 在写武侠小说 作品有4000部之多 而我个人金庸说 我个人最喜欢的作家 第一是古龙 第二就是上官顶 所以您真的是 他们应该非常感谢您 没有出来写武侠小说 跟他们抢饭吃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武侠小说里面 您所写的人物 多半是隐姓埋名 甚至凡夫俗子 我们知道可以看到很多武侠片里面 都是这样搞神秘 很神秘 可是一旦 这个乱世里面需要他出来 为情势所逼的时候 马上一出来让大家惊艳 是这个盖世绝技的武林高手 所以您现在这个 风比46年重出江湖 是不是也有点这样的味道 我倒不觉得是我自己 有什么样子的 这个所谓重出江湖 要有什么样的力道 因为我这次重新写这个东西 是一个特殊的机缘 真正我刚才已经稍微提到一点 在我这个书的序里面就讲到 所以其实基本上 武侠小说或者是有关侠义这种东西 是升职在华人世界 就是中华文化里面一个很特别的东西 你看从这个司马迁的史记里面 他就开始写这个游侠列传 有一个特别的游侠列传 就是在那些大历史当中 居然他有一席之地 就可见就是这个狭义 或者是对世界上的一种 除强扶弱的这种思维 生殖在每一个人的心里面 那么武侠小说就是用一种比较 艺术的方式把它把这个表达出来 所以永远是很吸引人的 那当然今后不见得是 还是一定要用过去传统的方式来表达 那现在有很多这种时空穿越的 一些这种做法或者写法 其实慢慢都会进来 可是他真正最后让你来判断 他是不是一个可长可久 大家会记得的一本好作品 还是在他那个狭义的精神 武侠的精神 是不是能够做出历久长新的 这样子的一种诠释 你用各种方式 这是技术性的 但是他那个根本的东西 还是在他的武侠里面的这个意 就是这个部分 我觉得是最吸引人的 我这次跟大家签书的时候 我就发现 从八岁到八十岁的读者都来 八岁半的小女孩 他好远好远跑来 哪一本书叫我签 我就说你真的看了吗 你看得懂吗 你真的看了吗 他真的看了 他真的看了 是 侠语义 现在人际关系可能比较少看到了 而在政坛上更是看不到 所以我们说去年流行的甄嬛传 我们只看到宫廷之间的斗争 然后现在来自欣欣的你 我们也看到男女之间的小情小爱 到底有什么东西 是可以提升人类真正的普世价值 比方说激发我们的理想性 甚至激发我们人性中比较高贵的一面 好像还看不到一部作品是这样子的 因为我觉得不管是我们民众望至心切 或者是我们生活的环境 我们希望被提升 希望更好 人的品质 人与人之间的相处能够更好 不管是我们从此在怎么 孔孟 儒家学到的精神 现在听起这些东西好像很八股 但是我觉得时至今日 在现在这样的一个时代 需要用一个非常有魅力的好作品 来提升这些听起来像老调来的传统价值 要不然你现在跟你孙子说教 谁要听呢 对不对 但是你这个一个好的故事 精彩的人物 他本身就具备这些难得的品质 大家因为仰慕这个主角 仰慕这个演员 可能也 所以也认为说 他很狭义 或者说他非常的尽忠 或者是说他很有责任感 这些好的品质 会因为想要模仿这个偶像 而在年轻人心目中滋生起 这样一个高贵品质来 所以我觉得这是教化 非常重要的一环 我们稍后继续来谈谈这部作品 我们中国古代说文以载道 可是时至今日 现代我们就要寓教于乐了 所以这部《王道剑》 我们非常希望它能够让 这个八岁到八十岁 大家都非常喜欢的 现在是纸本的作品 希望它能够在网路上甚至再变成一个 非常popular的电视剧 甚至电影 在两岸三地 所有的华人都能够喜欢它 我相信这是一个最好 最大的教化作用 那么您现在已经写好了小说 以您现在的年纪 但是如果要写成剧本的话 我相信要跟一个懂得电视语言的 剧作家来配合 这是不是就牵涉到了 所谓您的精髓 也不要说光是武装小说 它的这个传承 这种我们优良品质的传承 您受了很多人来跟您接触 那您对于传承 这个部分您的看法 有没有什么感触 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在的 就是这个文化 其实是它会活在生活当中 它不是只是静态的 比如说是在博物馆里面 或者是在美术馆里面 我们中华化里面的一些 你刚刚讲的优良的传统的 这些素质 其实还是在我们生活当中 只是说现在我们常忘了 被一些别的东西遮掩 甚至于很强势地把它掩盖了 那么像我们讲王道吧 我就回到这个主题 那这讲了很多年 现在变得好像听起来有点八股 或者说是 你是不是要复古 或者什么 其实完全不是 完全不对 我要讲的王道 其实是一个非常有 现代意义的王道 其实它才能够真正协助我 指引我们的社会 整个人类的发展 走向一个比较永续的发展 可以生生不息 所以基本上 你从这本书面会看到 我一直强调的就是 这个生生不息 那么怎么会有达到这样的一个境界 你的那个王道 怎么能够跳脱 它只是一个论述 它变成是一个 可以真正实现的一个东西 它需要有强大的力量做支撑 要有一把剑 执政的手上一把剑 所以听起来好像很矛盾 就是说 这个王道好像跟这个力之间 是不是能够真的像我讲的 这样子的组合 其实是可以的 我提的就是说 我们希望能够做到 内里面是力 有力量 内在有力量 不是只是空谈 但是外面所表达的方式 表达出来的东西是王 是王道 只是我们过去在历史上看到的 所有的情况都是 内有力的时候 外一定是霸 一定是霸道 因为这两件事情 就是很容易结合 那可是如果说 我们今天到了21世纪 我们再来看 这世界上真正的最大的问题 其实都不是应该用战争 用力量去武力去解决 而一个国家的 一个它的整体综合力量 也不是只是军事的力量 所以这里面可是文化的力量 我们经济的力量 这些东西都会有的 可是假如说是有 具有这些强大的力量 为内政 为这个内在的一种支撑的时候 我们是有机会来实行王道的 那么这本书里面 其实就是已经把这件事情 讲出来了 就是它已经展现在 一个剑法上面 展现在一个武术的 一个最高的境界上面 所以在这本书里面 到最后搭到最高境界的时候 它不再是传统那些 武侠的招式那些东西 可是会长 在现代的生活里 我们要如何把古代的精髓 也能够在现实上 我们能够受惠于这些 我们看到王道剑以后 我们能够受惠于它吗? 你说王道好了啦 我们讲到现在这个 您说霸有力 其实不应该透过战争武力 或强势的方式解决 可是一味的柔弱 带来的是什么? 从之前的学运 到现在的 到核四 到今天你看 捷运首次出现 有人拿刀砍人 好像大家觉得说 而且都是二十几岁的年轻人 他可能觉得说 我只要炒就有糖吃 我只要炒 政府就会屈服 一味的柔弱 展现所谓的民主 而所谓的沟通 结果到后来 却变成整个社会乱七八糟 这个当然 不是我刚刚要讲的 你跟我讲的 不是同一回事 可是我可以把你想要问的问题 我知道是什么 我可以用我刚刚的话 把它拿过来回答 正是要 就是说这个王道不是柔弱 这个王道是有很强大的力量 做在内部的支撑 只是它展现出来的方式 是王道的 所以这样子的方式来处理 不管是个人 还是处理社会 或是处理国际 所有的问题的话 它可以可长可久 假设说用强有力的霸道 来解决纷 或者是来展现它的力量的时候 你可以衣食很强大 但是很难持久 很难持久 所以我要讲的 其实正是这个 就是说正是可以 针对你刚刚讲的这件问题 它完全不是柔弱 也不是叫做 会一味的退缩 都不是 那个不是王道 那个是落弱 但是这个王道里面 它有很强的力量在里面 也就是我正要讲的这个 2000年来王道 为什么不能够落实的原因 就是因为有强有力的 这样子的 不管是一个国家也好 或者是一个社会也好 等到它变强变大了以后 它就走向霸道了 但事实上那种都是短暂的 你看所以你看它 它起来 你会看它落下去 你看它起来 可是我希望看到 21世纪里面的这个世界 会产生一个新的普世价值 这个普世价值是内有力的 有力 但是它表现出来的是王道 给大家一点 一个另类的思考 并不是说这个 我在特别的指哪一个国家 或者哪一个什么 但是我觉得 假设我们真正在21世纪当中 会走向一个可长可久的 永续发展的时候 只是谈政治 只是谈经济发展 只是谈环境保护 最后没有足够的社会正义 你只能够一时的强盛 你不能够持久 现在台湾人心非常苦闷 他们看了王道健 能够得到救赎吗 如果现实的生活 我们看到领导人 依旧是这样的状况 您对现在的状况 我知道这不是您今天来的主题 但是毕竟您也担任过行政院长 您对现在台湾普遍的民心 普遍的民气 我希望大家从这个 阅读我的这个作品当中 得到一些讯息 得到一些这个 可以说是来反思一下 我们现在这样子的情况 整个这个社会这样子的情形 是有欠缺的一些什么东西 不是只是一味的指责别人 就是你有很多东西是要反攻自省 那在自省的时候 你会忽然发现 很多我们原来有的 传统的这些东西 其实是可以带来 我们不敢说是百分之百的 一个解决之道 其实是可以带来很多很多的 不管是心灵的 或者实质上的这种帮助 我们的官员都这么忙 可能没有什么时间 去看王道健 那倒不一定 我认得的这个阁员们都在看 所以 包括马英九先生吗 我猜想他也有在看 这个 我不敢讲了 我没有特别问他 不过有送他一套 好 所以希望这个大家呢 都能够有所提升 有所反省 因为现在呢 时至今日啦 其实今天真的 就是说发生了这些事情 我们每天要坐捷运回家 发生这样的事 难免大家就会觉得说 现在这个情况这么乱 难道就是说过去 我们美好的过去到哪里去了 这些曾经像这个 当然这不是给您带来压力 像您这么好的形象跟专业的官员 现在在写武侠小说 难道就是 帮有道则事 无道则隐吗 可是有道无道 其实呢 每个人心里都有 至于所谓的王道 可是千万不要忘了 这个传统的精神 是不是能够在现世发挥 而且远远流长 我相信大家每个阶段 都要停下脚步来 或许呢 反思看一些 跟一般报章不同的东西 或许能够得到新的领悟 我们非常谢谢 中华文化总会会长 刘兆玄今天 接受我们的专访 谢谢会长 好 谢谢 稍后回来 亚洲当事长继续为您 播报新闻